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个男人敢直接伸手薅老马的头发 一脸蒙圈的两兄弟赶紧下车查看情况 可四周荒芜人烟应该不可能会撞到人吧 当老马回过头时弟弟娃娃鱼正吓得脸色煞白 汉后的老马稳定情绪后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娃娃鱼则赶紧抢过电话告诉接线员 自己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个人躺在这里 既然如此接线员便以人手不足为由让他们自行处理 无奈老马只能赶紧将女人抱起 终于女人被兄弟俩带到了车旁 可下一秒 好不容易塞进车里 一顿手忙脚乱 女人终于被放进后座 就在老马以为女人非死即残的时候 一阵声吟声传来 女人竟缓缓苏醒了 她闭着眼睛满脸痛苦 感觉像忘了许多东西 女人自称是从手而来的 但由于失去了所有记忆 于是让两人去哪里就送她去哪里 女人随即打开车窗 飘来的老式厕所的味道让女人陶醉其中 老马兄弟俩则一闻一个不支声 看到女人坚持要单独下车走走 憨厚的老马还不忘递上名片 让她有问题随时联系自己 女人接过名片 默然离开 转眼兄弟俩回到乡下老家 上一次回来 还是在母亲去世三天后 父亲因为他们的迟到大发雷霆 他们对一直压迫母亲的这个大家族 没有任何好感 此举更是直接闹得现场一片大乱 直到老马被电击枪击中 这场闹剧才落下帷幕 而这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看到父亲 这些年来老马为了理想 当了一名考古学老师 日子虽然过得平淡无奇 但也不妨碍他能欠下上亿的负债 恶号接踵而至 老父亲突然在家中去世 虽然兄弟俩自从母亲去世后 便和整个家族断了联系 但这种时候 作为儿子也还是要出席葬礼的 可看到送来的丧服 两人是一秒也不想穿上身 家族老人疯狂引用中国的儒家经典 痛斥俩人是不孝子孙 可俩人不仅右耳进左耳出 还压根没听懂 负债累累的老马 甚至惦记起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是在父亲的收藏室里看了一圈 所有东西全都不是商周的 而是上周的 最值钱的可能也就只有这块牌匾了 面对不断催债的短信 老马只好想着把牌匾卖掉 那只弟弟早就看到了老马的行动 他也不管那么多瓷器还是牌匾 只要卖了就必须分一半给他 要不是打不过他 瓦瓦于是真想给他两圈 两人吵得火热 电话却突然响起 原来是白天 他们撞到的那个女人 来到约定地点时 大半夜如此诡异打扮 吓得老马不轻 不过女人这次来 不是来要他们赔钱的 女人没有任何记忆 因此他需要老马的帮助 为了讨他开心 老马大晚上的陪他荡起了秋千 心情变好的女人 在得知老马在考古方面颇有造诣后 声称要告诉他一个秘密 古朝鲜时期 有一对价值百亿的黄金佛像 就埋在他家老宅子的下面 环顾着自己 曾经眼中一文不值的老宅子 看样子自己马上就要迎来人生巅峰了 隔天一早 老马就穿上了昨天打死不穿的校服 然而前一秒都还在迎接吊艳亲友的他 下一秒就叫来两个朋友 叨咕起了刚买来的金属探测器 接着就开着仪器 开始满院子乱站 很快就被家族长辈发现 而就在马叔想方设法的装成孝子时 瓦瓦鱼也没闲着 公司接到一个大工程 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 只要他能让亲戚朋友签字同意 他就能升职加薪 直接去德国掌管分公司 好巧不巧 瓦瓦鱼出门就遇到了那个被撞的女人 于是和老马一样 瓦瓦鱼也陪着他四处玩耍 女人很开心 听说瓦瓦鱼想争地 二话不说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熟记族谱上每一个亲戚的名字和身份 等到了第二天 就是瓦瓦鱼大放异彩的时候了 因为做足了功课 瓦瓦鱼来到调研现场 可以轻松叫出每一个大爷大姨的名字 并说出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顿寒暄 果然将这些老亲戚们哄得开开心心 二话不说 都在土地征用书上签了字 老马健壮极了 还当弟弟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赶紧带着朋友 快马加鞭的在宅子里一顿挖 还真被他挖出来一个铁罐子 可打开一看 很快 他们又在台阶地下发现了貌似黄金的东西 本以为可以大发横财 看着这个手机 老马倒是想起了什么 当年他特意为母亲买了这台老人机 还为他设置了快捷拨号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自己 可这台手机为何会被埋在地底下呢 就在老马侧身躺在地上思考时 进来的瓦瓦鱼还以为他睡着了 偷偷摸摸地进来放文件 等他前脚刚走 老马就翻身起来查看 这才知道 弟弟是要把老家这些地全都征用了 可如今金佛像还没找到 可不能就这么被征用 他赶紧找到朋友开会 一定要在工程开始前找到金佛 不然一切都晚了 等他两个朋友离开后 瓦瓦鱼拿着刚刚的录音 上门质问老马 谁知老马却面不改色 弟弟都能卖老祖宗的地 凭什么哥哥就不能卖老祖宗的宝物 三言两语下来 瓦瓦鱼开始口不择言 脑羞成怒之下 瓦瓦鱼发动口水攻击 老马恶心的心态瞬间爆炸 眼看俩人就要打起来时 神秘的被撞女人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兄弟俩顿时意识到 或许是被这个女人耍了 而当他们问起对方的真实身份时 他的回答让兄弟俩瞬间小脑萎缩 恰在此时 抓小偷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两人只能就地 将地上的女人隐藏起来 情况紧急 二人拿来一张草席 浅浅盖住女人后 就慌忙跑走 然而一群警察也赶过来抓小偷 还似乎发现了什么 兄弟俩吓得腿都软了 好在只是发现了有人偷偷扔在这里的烟头 心还没来得及放回肚子里 警察就推开了刚刚藏尸的门 大家一起走了进去 就在门外的两兄弟就要吓尿时 就在兄弟俩满脑子问号时 女人竟毫发无伤地从门口走了进来 他们赶紧将她搀扶着去旁边休息 原来其他人根本看不到他们口中的女人 而兄弟俩还对此一无所知 双方争论不休时 女人穿过面前的人群往前走 兄弟俩也跟着一路指 这么大个人你们看不到 就在此时 弟弟突然发现 女人竟然没有影子 原来从始至终 就只有兄弟俩才能看到她 反应过来的俩人吓得魂飞魄散 主持葬礼的和尚 被众人推出来驱鬼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时 女人已经不见踪影 你旁的和尚则吓得浑身发抖 不断道歉 这么一折腾 老马算是不敢呆了 连夜带走了 包括牌匾在内的一些值钱物件 可开车行之半路时 却看到女人不断出现在 自己视线范围内 甚至 女人的不断闪现 吓得老马惨叫连连 等弟弟娃娃鱼 一路开车追过来时 他才从恐惧中回过神来 今天是丧礼的最后一天 马叔闹这么一出 自然遭到宗族长辈们一顿责骂 但作为家族里的长孙 他是一刻也不想待下去 只因为这帮长辈们 从未让身为宗父的母亲 过过一天好日子 其实老马一直因为 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而自责愧疚不已 他一直想问问父亲 为什么不通知兄弟俩 可现如今 算是永远也不知道答案了 在整理父亲留下的那些收藏品时 老马突然发现了 父亲曾写下的一个秘密 原来父亲其实是家族的养子 所以成为宗孙后 他一直战战兢兢的生活 生怕犯错 母亲去世前患上了老年痴呆 父亲想带他去医院治疗 可母亲却直接拒绝了 家族宗父地位低下 他不想拖累丈夫与儿子 只是请求丈夫 不要强行让儿子们成为宗孙 时间一天天过去 母亲的病也越来越严重 他不记得 玩具是自己买给儿子们的礼物 只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便将他们埋在了院子里 渐渐的 他连自己老公也彻底忘记 最终离开了人世 按照家族的传统 这时候 父亲必须选定下一任宗孙的人选 可他记得妻子的心愿 不想让这些传统 束缚住自己的儿子们 于是他故意将老马 买给母亲的手机 放进香炉藏好 随后将手机号码 交给家族的老人们 谎称 这是他儿子们的联系方式 可不管老人们怎么打电话 对面都没有丝毫回应 直到去世 父亲都一直将这个秘密 埋藏在心底 老马这才明白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自己对父亲的误会到底有多大 就在此时 弟弟满脸慌张的找上门来 原来那个被撞的女人 其实就是他们的母亲 只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 他们竟没有认出年轻时母亲的长相 兄弟俩慌忙来到母亲生前最爱的秋千旁 可这里什么都没有 此时弟弟忽然想起 他才将工程同意书送回了公司 岂不意味着这里就要被拆迁 两人慌忙向外跑去 必须将同意书给拿回来 画面一转到了公司 弟弟一马当先 从领导手里拿回了同意书 可领导怎么会这么简单让他拿走 还一脚踩住了娃娃鱼的手 正好这一幕被急着找厕所的老马看到 为了夺回文件 老板悬赏十倍工资的奖金 一时之间 办公室陷入一片混乱 兄弟俩显然是站不到任何上风 两人只好先赶回去 参加父亲的葬礼 想起这些年对父亲的误会 两个大男人哭得满脸泪水 可就在此时 女人突然出现了 看着棺材上的照片 她终于想起了自己是谁 为什么她总是会打着一把伞 因为那是丈夫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为什么她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要去荡秋千 因为这里承载着 她与丈夫乃至与孩子们最幸福的一段回忆 想起了一切的母亲 终于安然离开了 故事的结局 老马祭奠父母时 发现秋千旁的山坡上 有父亲留下的大片寒蓝 有了这种濒临绝肿的植物 自然不可能再到这里修建高速公路 危机解除 兄弟俩像小时候一样 开心地在秋千旁玩耍着 只是他俩不知道 秋千的正下方 静悄悄地躺着一对价值百亿的金佛 可此时的俩人 似乎已经找到了比金佛更珍贵的东西 你见过徒手拔牙的吗 这个叫神马东西的人 他做到了 今天本是两个韩国的黑道大哥 东哥和上道 就一场帮派的地盘纠纷在谈判 东哥的小弟浩南 看不惯上道的气势凌人 出眼鼎撞 情况愈演愈烈 一直没吭声的东哥发话了 上道的小弟丧彪 以为只是一个大笔兜而已 谁知却在惨叫声中 痛失两颗大门牙 连一旁的上道 气势也收敛了不少 从里面出来时 外面下起了大雨 东哥拒绝了浩南的陪统 决定自己开车回家 郑和会长汇报着刚刚的情况 就被人追了尾 看到车子没什么大碍 东哥便让对方离开 然而换来的 却并不是感激 虽然在毫无防备之下 中了几刀 但东哥还是刺伤了对方肩膀 吓得对方驾车 仓皇而逃 东哥被送往医院抢救的同时 得知老大遇袭的浩南 已经带队 直接扫荡了上道的场子 幸运的是 东哥因为抢救及时 捡回了一条命 但他却坚称 袭击自己的人并非上道 东哥写下凶手的车型和颜色 以及头两位车牌号 让浩南想办法去查找线索 正说着向来和东哥 不对付的警察阿浩过来了 明着是关心慰问 实则是嘲讽 阿浩正要询问案发经过时 东哥却并不想告诉他 更是直言 自己要亲自抓到凶手 不劳大费心 阿浩虽说是爽快地离开了病房 但却在停车场找起了东哥的车 一番查看后 看到了后保险杠的追尾痕迹 这让阿浩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就在不久前 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每一起案件的受害者 都遭到一辆白车的轻微追尾 优优优独播剧 阿浩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组长 要求给自己抽掉人手 着力调查这起连环杀人案 毕竟东哥是唯一一个幸存者 可以把他抓来调查 阿浩担心的是 东哥肯定见过凶手的样貌 一旦被他先一步找到凶手 肯定会把他处死 到时候其他的杀人案 就成了悬案了 可组长坚决不允许 总是闯祸的阿浩插手 与此同时 东哥果然已经请了画像师 还原凶手样貌 而这个嚣张的杀人犯 并没有停止杀戮 一个在服务区休息的货车司机 只是因为忙于送货 没法陪孩子过生日 在电话里抱怨了几句 就被凶手当场捅死 然而当他坐上司机的货车时 赫然看到 副驾上早已买好的生日蛋糕 而在后面休息的另一个司机 自然也难逃厄运 就在东哥费力调查凶手下落时 总是被他压一头的上道 则是一脸的春风得意 原来浩南带人把自己场子 搞得乱七八糟 手下们也是伤得伤残得残 含冤的上道 正好借机来讨回公道 不仅索要大笔赔偿金 还要拿回闹市区的场子 这不仅让东哥怀疑 是不是真是上道派的凶手 另一边 为了逼东哥和警方合作 阿浩以多种理由 查封了东哥数家赌场 可东哥根本就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他知道凶手一旦被警方逮捕 最多就是判个终身监禁 而他想亲自首任这个刺杀自己的凶手 不久之后 东哥的人马果然找到了线索 在一个服务区 发现了当晚故意追尾的白色轿车 而且就在几天前 有人被捅死在了那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找到线索的他 竟然将调查到的线索 主动和阿浩分享 还约了他一起吃饭 东哥将凶手车辆的车钥匙给了阿浩 让他用警方的那一套 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自己则动用所有黑道资源 彼此共享情报 最后谁先抓到凶手 谁就有权利来决定如何处理他 老坚俱滑的东哥 还不忘录下两人的谈话 以免阿浩事后不认账反咬一口 就算被阿浩气急败坏的损坏 也只是笑而不语 不管怎么样 一场黑白之间的联手抓捕行动 就此上演 可阿浩不知道的是 东哥隐瞒了一个关键证据 那就是那把连杀树人的刀 他要用它来除掉 最近总是找他查的上道 很快 上道的尸体连同杀人凶器 一起被警方发现 本以为是一起普通的黑道报复杀人 谁知法医却在刀的上面 验出了连环杀人案所有被害者的DNA 阿浩立刻意识到 这是东哥在故意甩锅 阿雅 啊 你驼器 噢 呀 呀 而另一边在电视新闻上 看到自己被嫁祸的凶手十分不爽 隔天,此人竟然十分猖狂地出现在了上道的葬礼上 还看到了唯一从自己手里逃脱的东哥 也顿时反应过来,自己是被他摆了一道 临走时,凶手交给葬标一张纸条,并看向东哥 第二天,东哥和阿浩好不容易在白车的方向盘套上 发现了一点线索时,丧彪就带人杀了过来 东哥不愧是传说中的一拳超人,实力不容小觑 而作为专业班子的阿浩,反倒还略逊一筹 眼看带来的人被团灭 丧彪出马了 爱浩,啊 怎么样 阿浩 阿浩 children,, dann 最后东哥叫来挖机 直接将丧彪就地掩埋 另一边 凶手还在继续挑战警察的威严 故技重施 杀害一人装进后备箱后 还抢走了他的奥迪车 并联系受害者妻子 要求对方交钱熟人 却一再地更换交易地点 阿浩懊恼地发现 女人竟把钱袋交给了老板娘 就在这时 顶楼的一个鬼鬼祟祟的黑衣人 引起她的注意 警队所有人立刻行动起来 展开追捕 馬混合 premise gracias 警察 好 好 各位 好 呀 好 好 好 一番紧赶慢赶 最后还是被对方溜走 从小吃店老板娘口中得知 那个黑衣人还在店里喝了一瓶烧酒后 立刻展开调查 却被告知瓶子刚刚已经被回收 无奈只能一个个地排查 好在很快就找到了一枚可疑的残缺指纹 而且和方向盘套上的一样 很快阿浩成功锁定了一名叫锦浩的可疑人物 并找到了他的住处 接着他把录音发给东哥比对 接下来在刑警队的周密部署下 东哥带领着小弟们也加入了其中 并给每一个小弟都派发了凶手的一张照片 开始了一场全程地毯式的大搜捕 各阶长们8时每一个三个日子 各阶长在一天 市场中间的大搜捕 大镑里的大搜捕 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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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下着大雨 东哥在公交站等小弟 顺手把自己的雨伞 让给了一个没伞的女学生 被过来的阿浩一顿嘲讽 忙碌的这些日子 警方和东哥的人马在一起聚餐 现场正一片其乐融融之际 一则新闻引起他们注意 在受害你学生的发现地点 那把雨伞是如此言书 很快 他们在汽车旅馆附近找到了目击者 众人立刻前续逮捕 可还是扑了个空 在双方的连夜蹲守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殊不知 凶手早已察觉到了端倪 小弟 母亲爱说 什么 这都不凶了 小心我这个 这一块的一块 可等到他拉开车门时 人早已经跑远 东哥和阿浩立刻拔腿就追了过去 在一处小胡同中 浩南追上了凶手 可因为既不如人被对方重伤 好在东哥听到声音 立刻赶来支援 沿着血迹 东哥一路找到一家歌厅 开始一间间房间查看 敏锐察觉唱歌的女孩有问题 到这下期 帅先抓到凶手的东哥 将被揍的血肉模糊的凶手 拖到一间工厂 然而就在东哥要通下杀手时 最后不成人形的凶手 还是落到了阿浩的手里 看着不讲武德的阿浩 疯狂查封自己的场子 逮捕自己的小弟 还将自己列为通缉犯 东哥是气得牙痒痒 这场合作 不用说也知道 是警方获得了胜利 然而面对阿浩的审问 凶手却一脸轻松 因为他早已用硫酸 销毁了自己的指纹 尽管有再多的凶器作为物证 也只是间接证据而已 法庭上 就在凶手以为自己胜券在卧室 作为通缉犯的东哥 以唯一幸存者和目击证人的身份 来到了法庭上 原来就在几天前 无计可施的阿浩去找了东哥 虽然无法避免的被东哥狠狠修理了一顿 但阿浩还是希望 他能和自己再合作一次 阿浩告诉东哥 只要他愿意站在证人席上 就可以彻底把锅甩给那个凶手 就这样 东哥又一次答应了合作 但他的证词和提供的画像 显然并不足以服众 接着 他便展示了最有力的证据 正是自己胸口被捅的两道伤疤 果然 伤痕证明了一切 接着 东哥又展示了凶手写的那张字条 只不过去掉了两个字 就这样 东哥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 让凶手难逃法律的制裁 而坐牢对东哥来说 只是换个地方度假而已 而同一个监狱的凶手 看样子就得遭老罪了 高启强用一部狂飙 展示出了卖鱼的男人能有多狠 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平日里越是老实本分的人 一旦被逼急了 破坏力也会相当惊人 韩国男人东哲同样也倒腾水产 他胖头胖脑 看起来忠厚老实 实在是人畜无害的一类人 这天 二道贩子朴老板找到他和朋友春职 声称自己手上有一波品相极好的帝王蟹 当看到朴老板带来的样品 东哲和春职都很是满意 朴老板得意洋洋的催着俩人快点交上定金 三个月后 他会带回来成敦这样高品质的帝王蟹 到那时 俩人就能顺利开上豪车 走上人生巅峰 当听到需要等待三个月时 东哲和春职变得有些迟疑 朴老板却称他们是少见多怪 毕竟这种国际航线跑一趟三五个月太正常不过了 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东哲被成功说服了 东哲是一个创业狂人 但却屡战屡败 不仅没挣到钱 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 但是妻子智秀却从不抱怨 他白天在养老院工作 晚上在餐厅做服务员 一天天虽然很辛苦 但深爱东哲的他却心甘情愿 这晚 东哲来餐厅接下班的智秀回家 他试探性地和智秀聊起帝王蟹的事 谁知他才刚开了个头 智秀就立刻疯狂反对 东哲只能先稀释宁人 保证自己不会碰这桩生意 智秀这才作罢 在城市的另一边 黑老大仁昌正带着小弟们 在赌鬼老张家要债 仁昌拿起砖头 让小弟把老张的头 摁在马桶盖上准备开打 这时忽然有人开门进来 是老张的女儿肃然 看着一屋子的蛊惑仔 肃然瞬间呆住 仁昌装模作样地扶起老张 然后一刀割开了他的手腕 小弟用沾满迷药的毛巾 捂住了肃然的嘴 几人一起将他拖出了房间 坏事做尽的仁昌 常年从事贩卖妇女的交易 他搜罗姿色上家的女人 出去给自己挣钱 甚至直接摘除他们的器官 去黑市上买卖 当看到清纯可人的肃然 仁昌知道 这又是一棵能带来丰厚收益的摇钱树 将昏迷的肃然塞进后座 一伙人开始在马路上狂奔 开车的年轻小弟名叫大明 嘴上无毛半事不劳 他竟在这时怼上了前面东哲的车 东哲走了过来敲了敲车窗 担心路线的大明塞了一笔钱出来 想要快点稀释宁人 东哲示意让大明下车看看车损 等不及的大明索性直接把钱一把抛了 看到这一幕的智秀顿时怒了 怒气冲冲下车走过来 仁昌冲下了车 直接给了大明一顿猛踹 大明乖乖站在一旁不敢再嘚瑟 仁昌诚恳地给俩人赔礼道歉 仰手不打笑脸人 东哲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拉着智秀回到了车里 看着智秀的背影 仁昌的心里有了一个罪恶的念头 为了凑足帝王蟹的货款 东哲压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还悄悄去银行贷了款 不过这样一来 东哲已经拮据到连生活费都凑不出来了 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去找市场管理员游头 想要要回一点自己之前压给他的货款 虽然游头态度傲慢 但是东哲一直低三下四地恳求他 游头象征性地问会计要了两百万 不敢惹脑游头 东哲只能拿了钱走人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艘 承载自己全部希望的渔船 但是很快三个月就到了 渔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这天中午 东哲和春侄一起在便利店吃饭 春侄再次忧心忡忡地和他聊起了这件事 虽然自己心里也没底 东哲还是努力地宽慰春侄 毕竟这种国际渔船 遇上点事耽误了也正常 正在这时 朴老板打来电话 他称渔船走错路到了公海 现在被中国政府扣了下来 一切只能等总统和青瓦台过去交涉了 朴老板没等东哲再多说话 匆匆忙忙挂断了电话 虽然这事谁听了都会觉得荒唐 但东哲还是选择了相信朴老板 春侄气地扔了筷子转身就走 智秀的生日已经到了 虽然囊中羞涩 但是东哲还是订了一间高级餐厅给他庆生 智秀局速地走了进来 东哲托他到座位上坐好 他为智秀点了一支十斤重的帝王蟹 主动献殷勤地开始捡出蟹肉 看出智秀心情大好 东哲觉得是时候告诉他生意的事了 他拿出合同交到智秀手上 东哲一再向智秀保证 这次一定能翻身 但智秀现在根本没心思听这些 东哲赶忙去后厨 拿提前准备好的蛋糕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但当他兴致勃勃地将蛋糕搬出来的时候 智秀已经不告而别了 东哲急忙给他打电话 但心烦意乱的智秀根本不愿接听 只给他留言一切回家再说 回到家后 智秀看着墙上和东哲的合照 又有点于心不忍 毕竟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决定等他回来再好好和他说说 可惜的是 命运似乎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门铃突然想起 猫眼后面的黑衣人吓了智秀一大跳 就在智秀凌乱的时候 门锁竟一点点被从外打开 智秀逃回房间 想给东哲打电话 但已经没有时间了 另一个黑衣人打破窗户进了房间 来人正是人昌 自从那次撞车事件后 他已经把智秀当成了狩猎的目标 他们如法炮制 将智秀同样迷晕带走了 天空忽然下起大雨 着急回家的东哲 被一辆故障车堵在了路上 男人不慌不忙站在路中间 东哲只能耐着性子等他先走 等东哲赶回家时 智秀已经不见了 看着一地的凌乱和被打碎的窗玻璃 东哲意识到大事不妙 慌忙跑去警局报警 接警的经警官 调取了案发时间内附近的监控 找到了一辆可疑车辆 经警官让东哲先回去等消息 得知消息的春职 也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正不知所措之际 东哲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电话正是任昌打来的 听到听筒里智秀的声音 东哲担心不已 任昌威胁东哲 如果再和警察纠缠自己 就会对智秀下手 东哲慌忙回家 找到了任昌说的名片 上面是一家鲜鱼直销店 饭店服务员对匆匆赶来的东哲 似乎并不意外 将他引到一张桌子前面 对座放着一部手机和一个皮箱 很显然 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东哲急促地往窗外的停车场看了看 春职此时正在那里待命 东哲等了很久 但任昌却一直没有露面 就在他无比焦急的时候 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的人正是任昌 他让东哲把对座的皮包打开 里面竟是一包现金 任昌称自己看上了智秀 想要一把买下他 东哲怎么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但还没等他开口拒绝 任昌突然怒斥起他来 春职急忙开车去追任昌 却因为疏忽追错了人 东哲只能跟着他一起赔礼道歉 无计可施的两人只能再次走进警局 当听到绑匪竟主动给受害者家属钱 金警官也觉得不可思议 金警官以化验钱上指纹的名义 留下了这包钱 事情已经过去两天了 东哲追问金警官有没有什么进展 金警官推辞 案件很多只能一个一个来 东哲心灰意冷 准备回去先等等 可当看到黑板上一张张年代久远的寻人启示 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待很可能看不到尽头 东哲想起了一个人 他拨通了春职的电话 熊老板是附近人尽皆知的找人大师 无论人在哪里 熊老板总有办法第一时间将他找到 看来现在只有想办法筹钱请他帮忙了 东哲再次找去了由头那里 希望尽快拿回货款 由头态度依然强硬 硬气的耍赖 还下了逐客令 其实东哲远不止海鲜摊主这么简单 他曾经也是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 在认识了单纯善良的智秀之后 东哲才收手重新做人 不过现在也是为了智秀 东哲决定不再收敛 看到东哲轻而易举的就放倒了带头小弟 由头瞪大了双眼 不吃眼前亏的由头 连忙笑着掏出钱 东哲和春职一起找到了熊老板 当听完整件事 熊老板却觉得这不是绑架 而是智秀和任昌一手策划的通奸案 听到智秀被人这么污蔑 东哲气得拿起钱就要走 被春职拦住 希望熊老板能帮帮忙 但熊老板话里话外都在嫌弃 佣金给的太少 和是老春职把东哲红走之后 掏出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帝王谢的交易合同 熊老板颠让了一下 觉得有水不少 欣然接下了这笔交易 有钱能使鬼推磨 熊老板带着春职一起 研究那一天停车场的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里面提着皮包出现的男人 之后顺藤摸瓜 找到了男人的车牌 熊老板假扮成警察 查到了车牌的相关信息 车牌主人名叫崔满石 是一个中年独居男人 三人一起找去了他的家 不料 崔满石却称 这个车牌自己早已卖掉 根据崔满石提供的信息 他们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下停车场 车刚停稳 就有一个男人从角落里窜出来 他们跟着男人在停车场里一顿游走 最终被带进了一间赌场 这个赌场只接受用车牌置换赌金 女人雅子坐在了他们对面 询问他们带来抵押的车牌在哪 东哲没有耐心和他兜圈子 希望雅子能告诉他们 虽满石车牌的买家 五大三粗的打手们走了过来 将三人团团围住 不知深浅的熊老板还想强出头 不过很快也因为自己不值一提的身手 沦为了笑柄 不忍心熊老板被围殴 东哲开始出招 只见东哲一手一个 很快就把在场的渣渣们都收拾了个干净 知道不是东哲的对手 雅子失去的拿出账本开始查找 账本上虽然没有登记买家的具体信息 却清晰地记录着 虽满石的车牌是在长城府交易的 熊老板注意到 长城府在账本里频繁地出现 很显然 这是一个长期在买车牌的买家 雅子提到 这群买家总是会带上黄色药丸一起交易 至于这到底是什么 东哲听完立刻慌了神 他不敢想象 落到这群人手上之后 智秀都会经历什么 雅子找到了一张对方很久之前给过的名片 名片上赫然印着一家娱乐机构 三人立马奔过去 路上熊老板对东哲的身手嘖嘖赞叹 春职告诉他 东哲一直以来都是靠拳头在道上混的 也因为善斗的本事 被人送上了黄牛的外号 当听到东哲正是之前赫赫有名的斗欧事件主角 熊老板惊讶地叫出了声 东哲带着俩人找到了这个娱乐机构门口 可惜的是这家店已经换了老板 线索又一次断了 东哲绝望地往回走 正在这时 一辆拉满小姐的汽车停在了店门口 司机小伟熟练地下车 将这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们带了进去 东哲看着小伟觉得很是眼熟 在脑海里搜索了一圈 瞬间想起 他正是那个雨夜 将自己拦在路上的故障车的车主 原来一切都是设计好的阴谋 等小伟回到车上后 东哲走过去敲响车窗 东哲本想拉他下车 可对方却一脚油门溜之大吉 就在东哲懊恼的时候 警局打来电话 让东哲过去辨认一具女尸 东哲心急如焚 飞也似地跑了过去 遇害的女人并不是智秀 她的名字叫李恩珍 来自于两年前的一宗失踪案 失踪之前 李恩珍已经带病卧床多年 说也奇怪 她的病状在失踪前突然加重 一度陷入了重度昏迷 可惜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警察没有任何发现 案件也慢慢没人关注 谁知当大家开始忘记这件事时 有人突然跳了出来 他们连忙找到了李恩珍的老公强子 强子坦白说出了内心的秘密 几年前 因为电视台的大肆报道 强子对重病妻子 不离不弃的痴情老公人设 感动了无数观众 不过这也让他被任昌盯上 一个深夜 任昌将强子绑架了过来 他戳穿了强子 只是想借人设圈钱的小九九 将满满荡荡的钱扔到了强子的面前 看着强子盯着金钱贪婪的眼神 任昌知道 自己又猜对了 强子对着东哲和春侄悔恨的大哭 他因为一时的私欲 做了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事 在俩人临走前 强子给了他们一包文件 回到车上 东哲开始仔细研究这份资料 里面是满满荡荡的 关于肉体交易和贩卖器官的新闻报道 在资料的最后 东哲发现了一张名片 几乎在同时 墙子被人从高空扔下 看来对方已经苟急跳墙开始销户了 东哲知道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快马加鞭找去了名片上的贷款公司 东哲一眼就认出 接待自己的小弟 正是那晚追尾时的后车司机大明 他逼问大明织秀的下落 大明悄悄把手放到桌子下面 东哲也不是吃素的 东哲将大明带到了熊老板的公司里 大明还算硬气 尽管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硬是扛住了一个字没说 不过东哲不缺的也是对付他的办法 他让熊老板和春职准备工具 想要带大明感受一下电压的酸爽 就在这时 任昌给大明打来了电话 他点名要和东哲视频通话 东哲终于看到了久违的智秀 他已经被折磨得没了人样 任昌让东哲动手杀了大明 东哲不想伤及无辜 迟迟不愿意动手 面目猙獰的任昌 一把抓住智秀的头发 知道丧心病狂的人昌 真的会动手杀了智秀 东哲急忙找了一根绳子 开始狂勒大明 任昌让东哲把那包钱还回来 自己就会把智秀放了 挂断电话后 东哲给了春职一个剪刀 原来他只是压住了大明的颈动脉 让他暂时晕厥了 现在只要在他头上放点血 就能清醒过来 捡回一条命之后 大明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称任昌每次掳走一个女人 会给他们丈夫一笔巨额的封口费 见钱眼开的男人们收了钱 就会听话地放弃追究 东哲问起任昌的位置 大明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狡猾的人昌总是一直在更换住处 一般人根本找不到他 看来现在要引出人昌 只有用那包钱做诱饵了 但钱在警局里 想要拿出来只能用偷的 在熊老板的一番装扮下 三人成为过来查案的中央地区检察官 他们瞒天过海混到了警局里 熊老板带着春职打前锋 两人找去了鉴定科 经过了一番蹩脚的表演 他们终于成功拿到了皮包 正准备闪人时 值班警察老李拉住了他们 老李拨通了金警官的电话 金警官称 这个案子尚未移交检方 让老李不要着急移交政务 自己会马上赶过来 此时老李也有点后知后觉 开始怀疑眼前这俩人的真实身份 立生让他们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 并开始慢慢拔枪 此时熊老板和春职也有点慌了 东哲为了救出俩人 引爆了警局里的停车场的一辆车 趁着老李被吸引注意力 春职两人连忙带上钱溜走 警局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爆炸陷入混乱 大家都急忙赶来救火 东哲烧上两人 成功从警局里逃了出来 那一边 任昌将所有等待买卖的女人们 都关在一所废弃的大楼里 由小伟全权负责看守 其中就有智秀和毒鬼老张的女儿肃然 智秀看出了肃然一直想要逃走 于是团结她一起越狱 很快 小伟就识破了两人的心思 出手教训了肃然 听到这个消息 任昌发疯一般冲了过来 看着毫无人性的人昌 智秀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东哲这时给任昌打来电话 表示自己已经拿到了钱 约好交易地点后 任昌临走时不忘嘱咐 拿到钱立刻灭口 在智秀的不断呼唤下 昏迷的肃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这时 智秀惊奇的发现 房间竟有一扇被贴住的窗户 撕开窗子后 里面还有一层铁栏杆 现在这扇窗户就是唯一的希望 两个女人开始努力悬开螺丝 但是俩人在搬动推车时 却不慎弄出了声响 小伟闻声赶了过来 就在智秀爬出窗户的下一秒 小伟退门而入 就在肃然也准备奋力出逃时 任昌带人赶了过来 成功逃走的智秀 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他恳求司机 快点带自己去警局 可惜就在警局近在眼前时 他们遇上了堵车 害怕被追上 智秀打开车门 开始往警局飞奔 东哲三人终于赶了过来 眼见大门被锁住 东哲决定硬闯 他把春职和熊老板骗上了车 自己则一脚油门 孤身涉险 撞开大门后 东哲顺利来到大楼门口 他一拳干翻看门的小弟 此时小伟正在房间里整理资料 准备将女人们全部带走 他很快就听到了 东哲在走廊上玩人肉沙包的动静 拿着小刀静静地躲在门后 谁知东哲没有按常理出牌 熊老板和春职不忍东哲一个人战斗 紧赶慢赶还是追了过来 打翻了几个压车小弟后 成功救下了一车的女人 东哲一拳超人的人设被他立得稳稳的 面对蜂拥而来的小黑们 他丝毫没有手软 对着他们就是一阵从上到下的锤打 最后只剩一个大块头还没倒下 面对着这么一个绝对的力量型选手 东哲也有点无力招架 在被动的挨了几拳之后 东哲一个发力抱起大块头 解决敌人的东哲找了一圈 并未看到质秀 这时警车已经从四面八方开了过来 东哲急忙先撤退 却在离开的路上被一辆车堵住 东哲已经认出了人昌 急忙跟了上去 两车就这么在狭窄的山路上 头抵着头开始飞驰 东哲一个加速 反倒帮人昌掉了个头 两人继续你追我赶 东哲家族马力开始在侧边狠狠撞进人昌 人昌拽起车里的智秀做人质 忌惮智秀在人昌手上 东哲不敢再轻举妄动 他超车到人昌的前面想要逼停他 两人就这么你来我往的超车 最终 东哲的车被人昌撞翻 滚到了坡道下面 人昌拎着斧头 赶去送东哲最后一程 东哲抓着人昌 用拳头慰问了一遍他的五脏六腑 人昌被打得眼冒惊心后 被东哲狠狠扔出了车 知道自己不是东哲的对手 人昌想着 不成功变成人 东哲对着倒地的人昌继续开启铁拳攻势 直到他最终再没了呼吸 东哲赶忙回到车里救下了智秀 劫后余生的夫妻俩忍不住抱头痛哭 没多久 那艘被中国政府扣架的渔船也被放了回来 东哲终于借着这场帝王蟹的生意 成功翻了身 带着最爱的智秀 过上了开大奔的人上人的梦想生活 愤怒的黄牛故事情节是直截了当的 剧情像闪电般快速展开 让观众感到如同在高速公路上急迟 一刻也不会乏味 每个角色的设定都很明确 演员们的演技也恰到好处 马东熙饰演的东哲 在片中展现了像黄牛一样 充满力量的动作戏 金圣吴饰演的人昌 展现了超越前作的反派演技 春植和熊老板的搞笑配合 贡献了无数笑点 但是该片叙事的单调结构 多少受到了没有新意的批评 动作戏可圈可点 故事感略有不足